许总书记好 大陆的各位朋友 我们代表团同仁与学员 以及在场的媒体朋友们 大家好 这次我带着台湾的青年学子 讨论大陆 感谢大陆方面的热诚接待 这几天的行程 同学们深刻了解中华文化的根源 体验大陆实际发展的面貌 更感受到两岸之间 写浓于水的情感 中华民族过去经历了百年屈辱 最近三十年 在两岸中国人努力之下 一步一步迈向 共同振兴中华之路 虽然两岸在不同的体制下发展 但两岸人民 同属中华民族 都是炎黄子孙 应该互助合作 智力振兴中华 这也是2015年 我与习先生会面的时候 双方达成重要的共同理念 去年我带着台湾的青年学生来访 被邀大陆高校师生回访 两岸大学生那种自然的水乳交融 可说是浑然天成 欲罢不能 两岸的年轻人代表中华民族的未来 能够在人生较早的阶段 建立有余 一定可以为两岸永续的和平繁荣 定下更为坚实的基础 看着两岸青年学者眼里的热情与善意 我进一步思考到中华民族后来的新年 对台湾来说 没有稳定和平的两岸 就没有安定进步的台湾 对中华民族来说 没有和平繁荣的两岸 也不会有摧颤光明的未来 我诚挚着希望 双方都应该重视人民所珍惜的价值与生活方式 维护两岸合理 以中华文化蕴含的智慧 确保两岸互并双赢 最近两岸情势紧张 引发不少台湾民众不安 但是我始终记得 鲁迅先生说过 渡尽劫坡兄弟在 相逢一笑敏恩仇 两岸如果发生战火 对中华民族都是不可承受之重 两岸的中国人 绝对有足够的智慧 和平处理两岸 争端避免走向昆土 两岸在1992年达成 各自以统统方式 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 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 未来两岸应该以确保人民福祉 为最强的目标 坚持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 求同存异 搁置争议 共创双 共同尊求 和平发展 我诚挚的期盼 两岸互利共同 攜手合作 振兴中华 让中华民族在全世界的面前 抬头提胸 2015年在新加坡 我与习先生确认了九二共识的重要性 大陆 未来外一年几次进会 也再次还原九二共识的原汁原味 1992年 1992年 第二次见面了 这一步我们第一次见面 我想很多人都记得 发生了二十五年 过了很快的时间 这一次 一个大陆来 大陆现在是一个 春光美好的季节 真特别是超市要不要这么启发 今天下雨 但是下雨也是春雨 看到我们来的这些年轻的朋友 都是幻伐着青春风景 现在我们很高兴 我对于你们异性的倒白 表示热烈欢迎 马先生素有民族情怀 坚持权共识反对谁 推动两岸关系则平白 促进两岸青年交流 智力振充中华 我对此高度评价 两岸明报 重属中华 中华明不是世界上的美大的 广主持人 放造的渊源流长 幻黄灿烂 举世无双的中华族 每一个冬二年 都为之感到焦慕和荣耀 中華民族五千多年的漫長文詞 記載著歷代鮮明 鮮居臺灣 繁衍生起 記載著兩岸同胞 共與外國 光復臺灣 中華民族一步走來 書寫了海峽兩人的尊重歷史 牽涉著兩岸同胞血脈相連的事實 兩岸同胞 都是主委 沒有什麼心情不能發起 沒有什麼問題能商量 沒有什麼勢力能把我們分開 海峽的距離 組合不在兩岸同胞的骨肉親戚 制度不同 改變不了兩岸同屬於國家 一個民族的特本事實 外國的干涉 阻擋不了家國團員的歷史大使 兩岸同胞一路走來 始終一漫相承 親手相迎 手望相逢 親年是國家的希望 民族的未來 兩岸青年好 兩岸未來死 兩岸青年要綜強做中國人的正性 武器 禮器 共創中華民族 勉強扶持 續寫中華民族歷史的新朋友 我先說這些 借此機會 聽聽環球先生和台灣青年族朋友的意見 您好啊 您好 您好 十六年 十六年嗎 诶 是哪一年 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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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沒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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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您的結尾 結尾 結尾 一年 極限 會